國中棒球聯賽冠軍戰由衛冕軍桃園市的新明國中 對上新竹線的關西國中 新明在三局上靠著對手的保送跟失誤攻占蠻累 結果關西的先發投手范振成 此時又連投四個壞球 讓新明並不協任攻下第一分 取得1比0領先 至於新明的先發投手黃保羅 這場比賽表現精彩 前五局50分 不過到了六局下太遭遇亂流 在得點圈有人的情況 被關西的陳祥林 打出穿越二壘防線的安打 兩隊轉成1比1平手 隨後第七局雙方都沒有分數進場 進入突破疆局制 馬上一開始新明打者短出短棒 希望能推進跑者 結果關西的投手陳祥 選擇傳上三壘 結果卻傳偏了 而且三壘手想要take跑過頭的跑者 也沒take down 這讓新明形成無人出局 攻占蠻累的大好局面 儘管面對下位打者 陳祥很快取得良好球的球數領先 但這個內角球卻撒在了打者身上 滿累時投出觸身球 讓新明攻下超前分 取得2比1領先 接著新明的李俊翰又大棒一揮 直劍球 一直飛 一直飛 落地形成安打 這支二把的三壘安打 把累上三位跑者統統送回家 幫助新明擴大領先優勢 取得5比1 4分領先 八局下新明的後援投手林靖豪 投出這個漂亮的三陣 幫助新明擊敗強敵關西 拿下冠軍完成二連霸 據稍早進行的季軍戰 桃園市的仁和國中 他在五下攻下三分大局 拉開比數 後援投手也擋住對手反撲 最終以6比4打敗台中市的中山國中 拿下第三名 晚區新聞綜合報導 可以感到